电火 电火 公子 他们电火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咱们上当机器吧 陆武功以风云三世最高 义父和赵姑娘刀剑合并 引开风云三世 我来应付宝树王 赵姑娘 小昭 你们救命 金毛师王在此 奸剑合并三世 cobra 叶剑合并三世 四世 鹇狼 狗狗 金毛师王 一鹭 一鹭 二鹭 来 来 来 妖诏 走走 走 走 凤云三尸走了 那就表示乌鸡已经救了人了 走 好了 他封住的死穴已经被我冲开 应该没事了 我这个人从来没说过谢字 今天我要对你们大家说声谢谢 韩夫人 三哥 你还是叫我妹子更亲一些 没错 我们结义金兰 应该叫妹子 三哥 妹子对不起你 原来那许多不是 请你多多原谅 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怎么妹子 你终于想清楚了 当我在火架上 当我在地狱门口 当我在地狱门口 我就想通了 小赵 小赵 我一直躲躲藏藏 不敢以自己真实的面目 生活在众人面前 我们亲人相见 却如同陌生人一样 这么多年 我过得好辛苦 好辛苦啊 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 我这么活着 是为了什么 孩子 我也要跟你说一声 我对不起你 娘 妹子 小赵 小赵是你的 她是我的女儿 一个能相见 却不敢相认的亲骨肉 娘 孩子 我等这一天 我等了很久了 老娘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呀 怎么没人说话了 世王 你说的果然没错 金花 戴琪斯果然是个角色美女 从今天开始 我要以我真实的面目生活 早该这样吧 作茧自负了那么多年 教主 戴琪斯多有得罪之处 等等 教主 什么教主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你们说话呀 怎么回事 教主 我们明教的教主 谁 是谁 是谁 在哪儿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开口啊 你没有跟你义父说吗 乌姬 张乌姬就是明朝的教主 是吗 乌姬你说 义父 我要你亲口说给我听 义父 我就是明教 第三十四代教主 我心里早就有数了 乌姬孩儿练就的乾坤大挪移 光明左右时 咱们可能不懂礼数呢 属下 金毛师王 参见教主 义父 义父 不可多礼啊 父子归父子 教归不能废 我就是担心您规矩太多 所以不敢坦言相告啊 义父 快点起来吧 是 教主 孩儿受阳教主一命 要请义父暂设教主之位 孩儿 也正苦于无律父和明教 重责大任 咱们回到中土之后 教主之位 还要请义父接任 什么话 明教的教主 怎么能有一个匣子当呢 义父 不要多说了 冰了 就是你 教主 娘 夫人已出教 不需要人 我是替我女儿小昭赔罪的 小昭 小昭何罪之友 是我派小昭 遣入光明顶 目的是 盗取 乾坤大挪移的心法 难怪小昭 对光明顶密道 这么熟悉 其实没有小昭 我也练不成乾坤大挪移 算起来 小昭还是我的恩人哪 教主 还有 娘 我不忍心伤害公子 所以我把药换掉了 难怪 你们母女 在打什么哑泥 算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二位赶快请起 谢谢张公子 起来 快 rush 快 快 快